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上涨88点 来到12028点 今天上涨88点 我请问大家你们怎么操作 现阶段在这边你敢买股票吗 我想反问大家的是 各位现在大盘来到12000点 那这个12000点这个是创了30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了 就是基本上这个图要用月线来看的 除了12682以来 基本上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个压力 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今天又持续往上做攻击 那整个行情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从11600点 因为在11000 11月份的时候11600点的一个上涨 这一波上涨很明显 它是由消息面美中贸易的一个谈判 并没有出现恶化的状况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台湾在涨 全球股市都在涨 因为美中达成历史性的第一阶段协议 这个叫第一阶段协议 现在要开始展开第二阶段了 所以其实最近的上涨 它不仅是所谓的一个资金行情 台湾当然还有选举的一个因素 所以整个一个行情出现了一个形态上的突破 形态上的突破 当然就是偏多方的表现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 如果当时候的美中贸易 它并没有出现了进一步的和谈 它可能出现恶化 那这个地方跌破的话 那当然就不是这样走势 如果跌破的话 它就是往下走 所以整个行情在技术面来讲 它是做了一个突破 但是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不是在之前去买股票布局 然后现在享受这个上涨的一个成果 你不是在11月份或者12月初去买进的人 我请问大家台北股市现在已经涨到12000点了 来 这个位置点位 请问大家你要买股票还是要放空 为什么微博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 因为我发现到其实这一波有很多人是 我们先不讲之前看坏放空的人 很多人在这一路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存有疑虑的 其实我们对于行情指数来讲 比如说这个行情从8月份开始发动 对不对 从10130点涨到现在 涨了快2000点了 没有想到说行情会这样一路往上涨对不对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股票都涨 你会发现这个行情的带动是由全职股做的带动 它很明显是外资拉台 比如说2330台积电 对不对 台积电 或者是比如说像3008大力光 大力光要创高 这个行情基本上是由这些股票带动 还有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2454联发科 各位都是这些股票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操作 比如说联发科 大力光 台积电 这些股票的话 那基本上你应该是一路的赚钱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部分的散户 它是不会去买台积电 它也没有资金去买大力光 包括连联发科的价格都要四五百块 所以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整个行情的上涨 有很多人在这一波 它是没有赚到钱的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现在已经快接近过年了 然后又要选举了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选举了 看起来美中贸易的谈判 好像第一轮的一个谈判 似乎还不错 但是接下来紧接要第二轮谈判 然后指数位置点又这么高了 对不对 现在一万两千点了 来 我请问各位 现在你怎么做 在这边积极的买股票吗 你会不会怕说 你买了之后之后就开始跌 还是说在这边做放空 你想想看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几个月以来 你去放空的人是不是越空越涨 越空越涨 放空的人有摊到好处吗 也没有 那整个行情是不是多方架构 是 你不管是从筹码 从台币升值的角度 这到今天台币还在升值 台币到今天还在升值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入到台湾 好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选举的一个因素 好 那如果说这个位置点位 做多我要买股票我也不敢 那放空我也不知道 它会不会继续往上涨 因为过去以来的例子 你会想到 你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放空 你在两个月以前放空 你在三个月以前放空 现在被嘎死了 没错吧 那我问各位 这边要放空还是要做多 你会不会产生一个问套 那有人说那干错我就不做了 那不做你又看它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你会不会心动手痒 要嘛你就干脆都不要看 对不对 你就放它飞 就让它去涨 其实股市的操作里面 因为大家都会去关心指数 我们就光讲大盘好了 目前的大盘绝对是在高档 我敢跟各位讲绝对是在高档 但是这个资金行情的推动 台股是潜跌型的市场 所谓潜跌型的市场 不是说它跌不多 潜跌型就是说 它基本上很容易 因为市场的规模比较小 它很容易因为外资 因为比如说法人 这部分的一个筹码进驻 就可以做拉台 所以它只要拉什么 台积电 大力光 联发科 整个指数就涨到不行 对不对 所以潜跌型市场 它会造就什么一种特性 就叫超涨跟超跌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就指数而言 它是一个超涨的阶段 大盘指数 随时有可能会有出现 拉回的格局走势 好 但是整体的架构来讲 它是多方结构 你不管是从资金面 从筹码面 从技术面来看 它都是多方 所以既然是多方 我们就定调 可不可以做多 可以 绝对可以做多 但是这个位置点 为你做多你不怕吗 难道你不怕说 哇 现在已经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你每天 你昨天也是认为会高 前天也认为会高 你每天都认为会高 它却每天往上创新高 那哪一天你受不了 跳进去了 它就开始拉回了 所以现在已经不要去谈论 这个指数的问题了 我们只要确定一个状况 就是目前是不是多头 如果目前是多头 那为什么不能做多 当然可以做多 但是条件来了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其实我们微博老师 在会员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我们坚持几个原则 基本上比如说像 基本面选股 第二个呢 从技术面去寻找它的买点 还有卖点 就是我们选出的股票 一定是基本面好的 再用基本面去进出 第三个 来各位 这叫不追高 不追高 为什么 因为追高风险就高嘛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追高风险就高 好重点来了 那你说这边一万两千点 还不能追高吗 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一万两千点太高了 我怎么要追 我跟各位讲 有些股票是之前就有出现 拉回的走势 这些股票可不可以注意 举个例来给各位看好了 比如说4943康空 大盘不是创新高吗 它却是往下跌的 对不对 打往下跌现在在干嘛 现在在做打底 你认为它有没有机会 不只我们再给各位 大概简单的讲一些给各位看 可乘 可乘 从最高点285块 大盘现在一万两千点 一万两千点 可乘跌这一段 目前它也是在 拉回 在打底的阶段 这一条上升趋势线 来各位你仔细看看 这个地方如果它守住了 有没有机会 如果它守住的话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不只 随随便便都可以举很多例子 给各位看 神盾 来 315块 现在剩239块 大盘创新高 大盘创新高 对不对 好 还有没有 有啦 再给各位简单的举例一下 文帽 大盘创新高 文帽也是拉回 好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 现阶段 我去注意 这一些拉回的股票 当然我们口袋里面都还有名单 只是 什么时候去 切入跟布局 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那我强调的是什么 我强调是不追高 为什么要特别 跟各位讲 就是因为追高风险高 现在台股在12000点多方结构也还没有结束 整个走势还是持续的一个多方的格局 好 现在很多人在猜12682会不会来 对不对 如果12682会来 现在距离12682还有600点 还有600点 那如果会来的话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当然是你就安心了嘛 你就放心在这个地方做多嘛 但是我问各位 一定会来吗 保证会来吗 还是说不会到12682 还是说今天就是高点 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了台股潜跌型市场的超涨 所以这个地方我只能定调它是高档 什么叫高档 高档就是说随时有可能因为一个消息面 政治面 然后技术面 筹码面 各方面都有可能会让这个行情大会 就比如说 好 这一波的一个 整个台股的上涨 攻到一万两千点 好 它当然是受惠到了美中贸易达成历史性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这不只是台股啦 全球都受惠啦 好 全球的股市都上涨啦 好 那我请问大家 有没有可能 明天出了一个讯息 然后比如说川普又讲了一句话 在推特上面又发了什么文 然后明天台股又跳空往下跌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目前为止因为台股的位置点位来到高档很高 但是多方他还没有结束还在网上走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挑战12682 还是说这边会结束 所以你在接下来的布局的策略 你就可以去寻找 也就是我讲的 你如果不是在之前去买股票的人 因为之前买股票的人 比如说我们给各位做举例 比如说我们在12月10号的时候 去买进了 12月10号微博老师带会员去买进2387的金元 36.6当时候的位置是拉回整理 还没涨 还没涨 12月10号的位置点位 这是12月10号的讯息 还没涨 现在涨上来了 涨上来了 因为我们买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买的价格是在36.6元 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现在的价格43.15 今天算是整理吧 43.15 他还没涨完 他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涨完 但是已经涨上来了 涨上来过程当中 那应该是怎么样 因为涨上来他就不是低了 涨上来叫赚钱设停利点 什么时候他出现卖讯 出现技术面的卖讯 我就准备做卖出 我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因为多方结构他没有改变 所以我锁定一些拉回的股票 比如说为什么我要去注意 2474的课程 我为什么要去注意神盾 对不对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要去注意 康控 4943的康控 因为他们都是拉回的 他们不是创高的 创高的我就不管他 创高的股票 应该开始站在卖方 因为这个盘势 如果假设哪一天崩的话 对于不要说崩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选举前应该不会 选举前 尤其越接近选举的话 当然会有卖压出现 但是因为这个变数很大 我就讲了 现在这个行情的上涨 这一波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美中的一个和谈 那有没有可能美中又哪一天出现问题 这我们都是未知数 所以股市操作的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什么 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控制风险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只有控制好风险才有资格弹货力 所以以目前假设我现在还要在进场的话 我一定去选择那一种基期相对比较低 为什么基期低的股票会比较好 因为它安全 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候我们要去买进金元吗 当然金元它的基本面不错 它的技术面也符合要涨的条件 所以我们才去做买进的动作 对不对 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才去做买进动作 好 那买进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它在这边打底啊 打底的过程当中 假设它不是往上涨 假设啦 我们先假设 当然金元后来往上涨了嘛 对不对 假设它不是往上涨 它是往下跌 来我请问各位 我的风险好不好控制 你认为好不好控制 我再讲一次 如果它不是往上涨 它是往下跌 你认为好不好控制 我能不能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现阶段台股来到一万两千点 多方没有改变 整个走势还有机会再创高 它的高点到底在哪里 我根本不想去猜 因为完全猜不到 也不需要去猜 因为你去猜你就犯了预设立场错误 到底会是要一二六八二 还会到一万三千点 还是说这边就是高点了 不知道 那既然不知道的话 你要冒险吗 不要冒险 懂我意思吗 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买什么 等待那一种拉回的股票 打底的股票 然后设好它停损 风险最低 然后去做买进 买进去之后呢 耐心等待什么 耐心等待它上涨 耐心等待它上涨 懂我意思吗 如果当之后 它是跌破了 我就停损 但是涨上去之后呢 我就停利了 这就是做股票的方法 也是现阶段你要面对 一万两千点的做法 不然你真的 我跟你讲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劝你啦 你干脆不要做 因为你冒了很大的风险 你没有控制好你的风险 你只是把你的钱 拿来市场给别人赚而已 韦普老师讲出真心话 提供给大家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的操作都是以风险为要求 也就是说 我从来不去追高股票 我这个是部分提供给大家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开吻啊 真烦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以等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表现 越涨越多了喔 现在涨94点 涨94点 会不会让很多人心动手痒 这个盘很明显 就是在嘎空手跟嘎空单 我觉得嘎空手倒还好 空手顶多不要赚 对不对 这地方很多人就是说 我之前没有买股票的 我就一直涨 涨大让你心动手痒 然后希望你跳进来买 很多人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空手倒还好 因为你就算没赚 但是你也没赔嘛 对不对 你握有资金 永远都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嘎空手倒还好 那嘎空单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盘氏 现在空头的人 骑虎难下 你叫他补嘛 这个地方你叫他 空头认输 他哪会认输啊 对不对 涨那么多了在那边认输 但是你不认输咧 每天又在涨 那个真的是心里面的压力 所以韦卜老师的操作 一直以来都是做顺势 也就是当他是多头市场的时候 我不去做放空 那个是会造成心理上面的一个压力 其实韦卜老师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谈的 不管是观念 解盘 看法 或许有对有错 但是都是真实心里面的话 就如同我们在节目里面 如果有绩效 没绩效我就不会跟各位讲了 像11月份我就没绩效 有绩效 我给各位看的绩效 都是真实的 我从来不会去拿什么造假的古料 就比如说 刚才讲的 比如说像金元好了 这个就是真实有发抠讯出去给会员 真实这样子发的 会员收到就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说造假的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 说实在的 有蛮多人都为了业绩 老师讲讲一句话了 就是为了业绩 我也不能说他们错 每个人都要生活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做分析师的 要有一定的能力 基本上有一定的能力 跟一定的诚信 我们不要说绝对 因为说实在的 大部分做生意的人 其实都会把最好一面拿出来 我们维古老师拿出来 给各位看的股票 也是一样 都是我们有赚钱的股票 对不对 当然有赚钱股票的话 我就没有讲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是什么 拿出给各位看的赚钱的东西 一定都是真实的东西 而且是会员一定资金比例买得到的 绝对不是说 我们可能给会员20档股票 15档股票 10档股票 然后拿出其中一档 我觉得那个没有意思了 我们买法一定是这样子 多少价位 然后多少资金 然后停损多少元 都一定会做设定 好 那为什么一定要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因为我认为这样子涨上去 才是真正的获利 不然你买那个一张两张没有意义 其实每一个我们带会员操作的讯息 就比如说中阳光好了 中阳光我们也是在11月份做布局的 当时候还在那边做震荡整理 这个也是中阳光我们买在71块5的一个讯息 对不对 好 那一样啊 中阳光涨上来了 80块啦 80块涨上来了 好 当然涨上来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就是站在卖方 那这一通讯息它一定是真的 不会拿假的讯息给各位看啦 我们的做法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股市操作本来就是有赚有赔 但是你在节目上面呈现 我觉得就应该要拿出真正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你必须帮会员着想的 而不是只是为了做生意 做绩效 我觉得没有意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就退开这个市场 就是自己去操作还比较好 所以我们给各位看的一个绩效 大概都是这样子啊 就比如说我们再给各位看 这个也是我们带会员操作的股票 对 叫8131的福茂科 好 当时候买的时候也是在11月份 因为11月份他们都没涨啊 我很喜欢买那个没涨的股票 然后等它涨 对不对 上去了 没涨的时候去买进 11月份没涨的时候去买进 多好啊 利用拉回收去买进 多好啊 然后等它涨上去 不就赚钱了吗 各位操作不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你会发现我们所买的股票 都是买那一种相对基期比较低的 有没有 它当时候都还在整理的架构 然后呢 等它出量涨上去 然后买的时候都没有量 买的时候成价量都是缩小 然后成价量现在放大对不对 大家开始追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这一万两千点来到这个位置点位 我接下来要带你做什么股票 我要带你做拉回的 就比如说 康控拉回 有没有 这是都今天的喔 现在台股一万两千点喔 我们要带你是做这样的 神盾已经拉回了 结构上还是多方的 可成拉回了 结构上还是多方 各位有没有看到 稳帽 拉回的 我们绝对不是说 涨上去带你买在这边 而是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去找位置点去进场跟布局 一切的考量都以风险为主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相信我的一个做法 那我有信心带你赚钱 而且我有信心可以帮你 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只是你需要给我时间而已 不要说我叫我今天买 明天帮你赚一个掌停板 那个是可遇不可求 我们讲的是一个 真正的稳健的波段获利 提供给大家 有兴趣的跟上我们的动作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更通彩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解答 看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